从反光镜就能看到我后面就是海滩 可以看一下这边上的建筑 还有这里的街道和住宅 我早上要去Costco购物 因为Costco离海边比较近 所以我到海边来看看 能不能找到一个画画的地方 海边的住宅大家都喜欢 盖得比较现代 长亮 像对面这个房子也都是一种现代风格的 墨尔本是一个海边城市 城市里面它整个沿着海岸线的长度是非常长的 整个城市沿着海边 所以在这里的居民如果想到海边去的话很容易 前面这个建筑是一个餐厅 我现在要过马路经过这个人行道 这里是一个餐厅 大家在这里等候 我绕到这边来看一下 因为这里可以看到海边的这种比较开阔的景色 我们更加时间感谢大家聆订阅 在海边的长沿着海边的蒜池 我们将也认为海边的蒜池 财气和蒜池 我们下风格的蒜池 我们下雨的蒜池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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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在海边 我们下雨的蒜池 就是海边的蒜池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今天天气不是太好 希望一会不要下雨 在这里简单的转了一下以后 我准备跨这个方向 因为这边有远处的站桥 沙滩还有近处的岩石 所以跨这一块 现在开始 沙滩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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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中文字幕志愿者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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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中文字幕志愿者